2016年有部剧包揽了TVB万千星辉六大奖项,可谓全是赚了鸽盆满钵满,风光无限,主角连同配角一起击身一线小生和小花,造就失地和事后,这部剧就是城寨英雄,这部剧讲述了九龙城寨的居民们,面对黑势力,团结一致,抵抗外敌的故事,主角现状怎么样了呢? 1.魏惠文,在无限拍剧多年,魏惠文曾演活过无数是井小角色,但在很多人眼里他始终只是个家里非临时演员,这曾令他感到沮丧,2016年,他遇上了城寨英雄烂赌发这个角色,据闻这个角色因为人设实在太剑,已经被好几个演员拒绝街拍,而当这个机会来到魏惠文眼前,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, 因为他知道,他没有选择的余地,他说,很多人说我演这个角色很好,但其实这是和我之前的家庭经历有关,我的姐姐,哥哥在几年之间先后发生车祸,姐姐四肢断了,哥哥车祸后患上思绝失调,后来妈妈又中风引致脑退化,家庭遭逢巨变,我根本没得选,我只能申请赠援政府救济金,问到可有另一半为自己分担重责, 魏惠文苦笑指自己至今仍然是单身寡老一鸣,他说,我单身足足超过30年了,一生中所有的timing都不对,基本上我觉得我不可能有另一半的了,可以说是拥抱单身的阶段。 2.王军心 VVB有了立足之地,2017年,王军心与圈外男友在美国低调完婚,王军心也真正做到了在事业和家庭双丰收,这种娱乐圈是很少有的。 2.王军心 王军心未十足 已经72岁的他,岁月在身上留下了一些痕迹,但精神状态很不错,十分老当义壮,元秋对家人极为保护,很少待他们出席公开活动。 这次吃饭,她的女儿,外孙女罕见曝光,三代同堂画面温馨有爱,外孙女穿着浅蓝色T恤,头戴同色系发姑,造型可爱,女儿则穿着棕红色上衣,留着披肩长发,仔细观察,她没有化妆,以素颜世人,她长得不算太漂亮,但五官端正,气质落落大方。 说起来,袁秋自从前年拍摄完一部内地电影后,就没有拍新戏了,一直过着半退休的生活,袁秋与成龙,袁华,袁彪等人是师姐弟关系,年轻时的她,身手非常了得,可惜星图不佳,演的大部分是小配角,始终没有红起来。 80年代,袁秋嫁给了武术指导兼导演鲁俊谷,婚后生了一子一女,为了照顾家庭,她选择淡出娱乐圈,遗憾的是,这段婚姻没能白头偕老。 4.袁伟豪 2016年,在城寨英雄饰演段迎风的袁伟豪,一炮而红,比起事业,袁伟豪更大的争议点在感情上。 4.这些年,她有一个名号,港姐收割机,袁伟豪公开的恋情只有三段,但实际上她感情生活精彩得很。 早在香港先生选举期间,袁伟豪就和落选港姐邱永恩传出了绯闻,当时两人的贴面拥抱亲密照被爆出,还有媒体拍到两人一起逛商场。 但袁伟豪却并不承认,只说两人是好朋友关系。进入TVB后,袁伟豪差不多参与一部作品传一次绯闻。 5.陈展鹏 回归无限的陈展鹏2016年评张宝仔中的十一贝勒爷,入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男主角及最受欢迎电视男角色,最后虽然被黄秋生击败,还是最佳男主角,不过最后她还是以承寨英雄拳老一角获得实地,为25年的演员生涯掀开了新的一页。 事业上了轨道的她,在感情生活中却开窍得晚,真爱意姗姗来迟,在31岁那一年,才第一次走入感情的殿堂。 那时候,她爱上了一个名字叫做姚家文的女人,当时因为一场选秀节目相识,姚家文是那年亚洲小姐竞选的冠军。 两人感情升温之后,很快就水到渠成,浓情蜜意地谈起了恋爱,但是人生有时候就是如此令人唏嘘,两人之间的感情维持两年时间之后,就走向下坡路并最终难以同行。 根据陈展鹏接受采访时的言论,之所以分手,是因为她比较低调,不想公开关系,而姚家文坚持要公开。 与姚家文分手之后,陈展鹏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传出恋情绯闻,直到40岁,才遇上了善文柔,并且两人决定公开爱情经历,走向婚恋殿堂,童年生下女儿小朱比,一家三口生活的幸福美满。 6.胡定心 35岁那年在电视剧《城寨英雄》中,胡定心又饰演一个表面泼辣的包租婆,凭借这个角色, 他再次获得了观众的喜爱,并且在当年,他缠连了事后的宝座。 出道多年,胡定心基本都在TVB拍戏,直到2018年的时候,他才尝试电视剧领域外的出演。 当年,他出演了话剧《偶然徐志摩》,而且还第一次参演了电影《逆流大叔》。 这次电影角色的出演,还让胡定心获得了金像奖的最佳新人的提名。 由于在马来西亚的人气也很高,第二年,胡定心第一次前往马来西亚,并在当地举办了个人演唱会。 此时的胡定心,已经成为了TVB的头部议员。 之后在2020年,他又签约了邵氏兄弟公司。 从2019年开始,他的参演频率逐渐下降。 对于人到中年的他,无论是家人还是外界,更关注他的终身大事,只不过自出道至今,虽然也有多个恋人,然而与每个人的恋情持续两三年后,都未能最终确定下来。 7.夏萍 夏萍的一生历经两次婚姻,他与第一任丈夫将一番在一次活动中认识,之后迅速陷入爱和并结婚。 欲有一儿一女,但由于种种原因,他的第一任感情最终失败了,儿女则由前夫将一番带走抚养,导致儿女与他的联系并不紧密,也不过问他的事情。 她的第二任丈夫名叫张云,以教别人唱歌为职业,据称二人也是由于唱歌相识,一直相濡以沫,但张云在1991年因病去世,未能与夏萍共同漫步人生路。 此后的夏萍一直独居,由于与一子一女都甚少联系,生活日常只能由终点工帮忙打理。 2015年,夏萍独自在家时不慎跌倒无法动弹,却将近一天时间都无人发现,直到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询问时,才被送至医院。 8. 吴允龙 现实的吴允龙早已是没有签约任何的公司了,恢复自由身有一年多的时间。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,吴允龙就表示自己是在筹备着另一个目标。 他向媒体透露自己已经开了一间工作室,他希望用自己在制衣行接近20年得到的人脉去帮助自己继续在演艺路上走下去。 所以现实吴允龙对于自己开工作室一世是充满着信心的,同时现如今也才开始没有多久,吴允龙就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切可以发展顺利。 而至于如今吴允龙恢复了自由身,相比之前有公司的他,的确多多少少有些分别的,毕竟有公司的时候,自己身边是有经纪人帮忙处理工作上的安排的。 现如今自己开工作室的吴允龙,无论是大小是都是需要自己亲力亲为的,不过事情总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,没办法事事俱到。 至于两者之间的收入方面对比,吴允龙就表示没有什么差别。 而说在过往吴允龙留给观众们的形象,相信很多人对于他的印象是很阳光,硬朗以及正面的形象,可谓是一个男人味十足的硬汉。 9.吴家乐 在《神雕侠侣》每位天王阿瑟早晨流金岁月,《通天干叹爱回家》等剧集里都能看到吴家乐的身影,但都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。 直到2016年,他在大热剧集《城寨英雄》中饰演反派恶霸春美歌,将一个阴险恶毒的娘娘腔表现得唯妙唯笑,获得了很多好评,演技也才终于被观众看见。 这个角色还让他获得了当年TVB万千星辉典礼颁发的专业演员大奖,而他对此甚至激动到落泪,还表示没有想到自己能获奖,感谢父母,并动情地说,幸好我不是很红,能有好多时间陪你们。 而这个奖项也是对吴家乐入行将近25年来最大的肯定与鼓励。 近日,吴家乐携手妻子趁着节日大减价到专卖打折商品的商场逛街,并由头到尾将低调进行到底。 在穿着方面,吴家乐当天和妻子衣着朴素和普通人没有差别,两人一身黑衣饱满出门,虽然没有化妆打扮,但是着妆还是整洁干净的。 吴家乐现年也已经47岁了,虽然蓄起了胡须,两病微白,但由于经常健身保持身材,所以看起来还是十分年轻,反而是身边的妻子周慧慧,不但发福,还苍老了许多,脸上皮肤松弛,颈纹也十分严重,体积比一直健身的丈夫还要大,夫妻两人走在街上,就像母子一般,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的感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